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史前一万年》 在远古时期,一个偏僻的高山部落 龚达雷自幼被父亲抛弃,成为一名孤儿 由于父亲是背叛族人的懦夫 达雷一直饱受着族内同龄人的嫌弃和鄙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达雷也成长为了一个高大挺拔的少年 但以捕猎孟马像为生的亚高族 正日益面临着饥饿难题 而拥有一双湛蓝色眼睛的一组女孩 伊弗勒被亚高族的预言师预言 她将是拯救亚高族伟大勇士的女人 达雷深爱着伊弗勒 为了伊弗勒,她必须成为一名勇士 一天,消失十多年的孟马像群重新回到亚高族 达雷阴差阳错地杀死一头孟马像 赢得了伊弗勒的芳心 起初大家都认为 如果能捕获孟马像的领像就是这个组的英雄 可是殊不知在大家欢庆最大的孟马像被捕获的夜晚 一群野蛮人降临在这个部落 他们袭击了整个村庄 并捕获了壮年男女去当奴隶 美丽的伊弗勒也不幸被捕 为了拯救爱人 达雷招来了村子里其他几个猎人 踏上了营救族人的旅程 第一次离开族群,远赴异地 达雷等人一路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他们先翻越了陡峭的大雪山 接着进入热带雨林 途中达雷还救下一头箭吃虎 终于他们发现了那群野蛮人 就一幅乐心切的达雷 莽撞出击 但收获颇微 不仅受到对方疯狂的反击 还遭到雨林里各种怪物的攻击 达雷的队友也因此受了伤 营救失败后 他们一行人继续赶路 来到了非洲大沙漠 这里的黑人勤劳能干 会跟踪玉米和辣椒 面对入侵者 达雷一行人 两队人马差点就火拼起来 这时 那只被达雷救倒的剑齿虎来了 吓得黑人们四处逃寸 剑齿虎认出了达雷 放弃了袭击部落的念头 达雷因此赢得了黑人们的信任 被奉为英雄 原来黑人部落的族人们 也被野蛮人抓走了 于是黑人部落 也加入了达雷的营救队伍 渐渐的 又有许多有着同样遭遇的部落 加入了他们 达雷的队伍 越来越壮大 当他们集结好队伍 赶到聚集地的时候 却迟来一步 对方带着俘虏们沉船离开了 打雷的队伍 只能沿着沙漠继续往前走 他们在英勇顽强的 长途跋涉的时候 他们偶然发现了 失落的文明 大金字塔 雄伟壮观的景象 让他们最终 领悟到他们的终极命运 被一个无法想象的帝国掌握 原来奴隶们 都被抓来建造金字塔 统治者们还给奴隶们洗脑 他们都是在为神工作 反抗者则立刻处死 晚上 达雷与其他几个部落的首长 一起潜入敌军阵营 与奴隶们一起商量着进攻计划 第二天 达雷的营救队伍 就与奴隶们理应外合 按照计划发起了进攻 一路顺风顺水的营销队伍 把野蛮人逼到了最后的金字塔 就在这个时候 野蛮人首领挟持着伊芙勒 并以此威胁达雷 坚毅果断的达雷 用一杆长矛枪刺死了野蛮人首领 他们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拯救了被俘的人民 也救回了爱人伊芙勒 假如你遇到受伤的老虎 你会去救他吗 让夜蛮人命劣